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尔多比德表示 巴伐利亚当局不允许宣押力领事出现在安联球场的比赛场地 外交部长强调 这是德国人前所未有的消极姿态 因为领事有责任 为在国外的本国公民提供帮助 兄总理向DPA德国通讯社表示 儿童的性教育是父母的责任 而打击恋童癖是国家的责任 就此 欧尔巴维克多强调 如今国家不仅保障同性恋者的权利 而且积极地保护他们 因为个人的自由是主要价值 总理说 必须确保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 薛亚利总理称 欧洲委员会主席的声明是可耻的 因为它是基于虚假的指控 不久前 共和国总统阿德尔·杨洛实在评论反对恋童癖法的批评时 发表了一份声明 在他的声明中 阿德尔·杨洛实写道 与最近的新闻报道相反 对18岁以上的人不受新法律的任何限制 总统还表示 另一方面 由于新法律履行了保护未满18岁者的宪法义务 因此今天已下令颁布该法律 薛亚利外交部长夏尔多比德在北马其顿举行的 薛亚利领事馆开幕式上表示 为了能够成功地重新启动 薛亚利政府将给予最大的支持 帮助企业在国外市场取得成功 在这方面 西巴尔干地区是一个关键地区 就此他强调 薛亚利公司在该地区的国家取得成功 但在石蒂普开设领事馆 也是为了加强两国的经济关系 布达佩斯的凌晨气温创下了新的记录 由于持续数天的高温 夜晚的温度并没有明显降低 在凌晨 布达佩斯拉吉曼约斯的温度为23.8度 比迄今为止的记录高一度 预计夜晚可能会更加炎热 可以预计深夜的气温将会达到22至27度 今天的新闻节目到此结束 薛亚利国家电视台提醒您注意 接种疫苗 保护彼此 谢谢您的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